蟲蛹Masutake 營養豐富、有抗癌及致心血管疾病的功用 能提高免疫能力、抗衰老、益腸胃等各种功能 所以我就造成了这个蟲蛹系列 介绍给大家,祝愿大家健康愉快 香煎蟲蛹是简单及中外都很普遍采用 烹调这个蟲蛹的方法,简单好吃就是美味就是幸福 首先请大家订阅这个频道,分享点赞 和按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下期美食视频 材料,新鲜蟲蛹5盐,牛油20克 甜料,适量有盐,适量黑胡椒粉 如果已经知道如何清洁和处理蟲蛹 请跳到这个视频1分56秒继续观看 处理蟲蛹,尽量是不用水洗蟲蛹的 因为会将很多蟲蛹的香味洗走 你用小刀就将根部批出来 泥土、硬的东西就不要得了 将根部批走了 用刷子,刷走表面的污漆 由根部向上刷 浮油物,凡是菌的浮油物 都可以不要 用一个湿的厨房纸,把它抹干净 将菌母及菌病抹干净 另一张湿的厨房纸,再抹第二次 它会更干净 你看看,真的很干净 现在就来将它切片 这样我就将它切成大概是四分一寸厨厨 用大火烧热了这个平底锅 加入20克的牛油 然后就转到中小火 融了20克的牛油在银子里 我就加入这个虫蛹片 加入了虫蛹片40秒之后 就转中火 它受热,它就会转的 我们就关上中小火 要慢慢煎它 看到它转起来 我们就把它反过去 它稍后又会直回 虫蛹青维菌中之黄 山中鲍鱼,好香甜鲜爽 好简单,烹调就可以了 简单的烹调是越能够带出它的风味 转一下位 因为中间的热度是大一点的 我们现在在中小火 慢慢煎,其不要大火 因为牛油 我们就不能用一个大火来煎 同时虫蛹也是适合用一个小火来煎 这个虫蛹是非常大 几乎一个等于人家两个 每一边,约煎它四至五分钟 每一边都煎了五分钟 那我们就开中火 把它抢至金黄色 微微金黄色就可以了 好漂亮,好漂亮 可以关火了 这个味非常好吃 非常香,非常甜 如果喜欢,可以半日式重用饭来吃 或者可以甜一点油盐,一点胡椒粉 或者什么东西都不加 都已经非常好吃 简单就是美味幸福 小厨Sandy 推介绍各地美食烹调 记得订阅啦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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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